在北京奥运会上,中国体育代表团拿到了共计51枚金牌,其中,有不少的金牌对中国体育来说,都是具有化石带意义的。 在这里小编想跟大家谈的是有蹦床公主支撑的和文娜的现状,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,她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拿到了第38枚奥运金牌,同时也是中国蹦床队拿到的首枚金牌。 当然,她也可以说是奥运的三朝元老,2012年的伦多奥运会,她又拿到了铜牌,立约奥运会的时候,她遗憾直布第四名,无缘金牌,在立约的奥运会之后,曾经的蹦床公主,便渐渐的消失在公众的面前。 并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,没有任何征兆的就退役了,是直到被记者问起,她才采明了自己已经决定退役了,离别总是充满感伤,她也因此选择秘而不宣。 当然,对于和文娜来说,退役后的最重要的人生大事便是结婚生孩子,找到那个能够白头到老的人。 这不免让人想起,当初在北京奥运会之后,她和体操队的同为奥运冠军的调狂王的恋情。 当时,这两人相恋爱的消息传出,就得到不少人的祝福。 一个是蹦床公主,一个是体操王子,可以说是十分百配了,可惜的是,最后两人还是因为性格不合分到扬镳。 如今,陈一斌已经结婚生女,而和文娜还是过世艺人,令人稀释不已。 出生于1989年的和文娜,继上一段恋情之后,至今一直是处于感情的空窗期。 不过,年近三十,她也并不着急,也许,对得时间对的人,一切都急不来的。 相信终有一天,她能找到心目中真正的白马王子,她这七彩祥云,来娶她。 对和文娜来说,她如今最头疼,的却不是感情问题,而是她的体重。 曾经,在官网上,她的体重是45千克。 可是,在8月19日的时候,她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发表动态,气,我胖了,现在体重三位数,不瘦不发照片。 确实,和文娜的身高只有1.60米,才过了一年她的体重就过百了是有些胖了。 不过,网友纷纷表示,是你以前太瘦了,胖点好,胖点更健康,不管你再怎么胖,也会是一个灵活的胖子,我们会一直喜欢你的。